国内疫情来关心 指挥中心宣布我国再新增一名境外移入个案 这名案47650多岁的女性长期住在菲律宾 上个月底她在菲律宾就已经有发烧的症状了 但是没有在当地就医 反而是在三天之后搭击返台 这也让外界怀疑 这名富人返台的目的到底是不是专程回来看病 而另外针对我国PCR核酸检测判断阳性的标准 跟美国CDC还有国际大厂的建议落差太大 也遭外界质疑会漏掉个案 指挥中心则强调 不会因为CT值大于35就判为阴性 还是会做二次裁减全人 从菲律宾返国又多了一名境外移入个案 案47650多岁女性长期住在菲律宾 上个月底出现发烧症状 但她没有在当地就医 反而是在三天后独自搭击返国 抵台当天甚至还有咳嗽肌肉酸痛等症状 让人怀疑这名富人抱病返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前两天才有一名案475 以探亲名义从菲律宾返国确诊 引发网友炮红到底是回来探亲还是要来就医 难道探亲成了一种安全说法吗 可以在这么快时间买到机票 我不太确定她是不是因为有症状才买机票 返台原因仍然是迷 只能确定富人在搭机时都有全程戴N95口罩 目前要匡列前后两排座位的接触者 连日来今晚一路个案不断增加 现在就连PCR核酸检测CT值的界定标准 也成为焦点 外界指引五国把CT值设定在35 也就是大于这个数值就会被判定阴性 跟美国CDC还有国际大厂的建议落差太大 就怕会漏掉不少个案 对此指挥中心这么解释 35到40他们其实都会都会在做 所以不是说只要验到超过35 我们就直接判阴了 对照加拿大的实验室也大多把CT值定在35 主要是考量实验室所采用的机器跟方法 来设定标准 指挥中心强调要是检测结果落在模糊地带 一定会再次采检确认 今天我们的调查